被問到美國資深訪團 下午就要抵台相關部會 很低調 倒是行政院長說得直白 這是在間接證實 美國前官員訪台 跟烏俄之戰有關嗎 而這趟來台的五人 都和台灣有關係 包括前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穆倫 前國防部政策次長傅洛伊 前白宮國安顧問歐蘇利 以及前亞洲事務資深主任 葛林以及麥艾文 或許就是要向外界展示 維護台海和平重要性 而且這回訪台官員 都與台灣有淵源 除了葛林曾數次率團訪台 至今仍是國防部長 任門人選的傅洛伊 也曾來台與時任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碰面 麥艾文則在2016年 與前副國務卿 阿米塔吉來台訪問 這次訪團這幾位成員 雖然都是前朝的官員 或是退休的人士 但他在前朝任命事實上 也就擔任過助理國務卿 副國務卿 參謀首長 領席會議主席等等 在美國政壇的份量 有一定的份量 是否敢在美國前國務卿 龐佩奧來台之前訪台 時間點很巧妙 TVBS新聞 李怡婷 紅包阿姨豐瑋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